今日AT 国股推介是北控水务371 简选原因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即中经会会在今月召开 根据去年中经会政策要点着重双碳发展 相信今届会议会持续推动双碳领域 而且近年城镇污水建设等政策持续出台 利好水务相关业务发展 多只水务股处于历年估值偏低水平 股份留意北控水务371 估值方面,彭博数据显示 北控水务的市盈率是4.7倍 处于近10年以来的低位水平 2022年和2023年 预测的息率是6.2厘和8厘,息率吸引 另外,北控水务持续进行回购 今年以来累计回购0.89亿股 占已发行股本的0.9% 北控水务星期一收报1.96 建议投资者可以在9级纳 先看2.29 突破再看2.48 跌穿1.78 就适以减浅